第十页的地方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的程式跟刚刚那个程式 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 前面我们本来input的时候 是用int 可是假如说有一种情况 可能因为你身高或体重 有人很在乎那个点几 那如果你小数点 假如说它有输入小数点 但是你还是用int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转型会失败 因为有小数点 第二个的话 它的那个小数点也会被去除掉 因为int是取整数 OK 所以如果假设比较OK一点的话 那你就是用什么 用float 如果假如说 它有可能会输入小数点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形态 因为如果你是个形态错误的话 那后面程式就会容易有bug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小细节 因为其实程式很容易出错 就是形态错误 你会发现好像很多错误区就type a 有没有 跟你讲形态错误 那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你会用float OK 或者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转型的这个一个函数 它不管说你是输入整数或者输入 因为如果你用float的话 它那个数字里面会有点0 后面会多一个点0 OK 那变成说如果你是假设整数 你后面加个点0感觉怪怪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万用的话 随便跟各位补充一下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叫evol evol evol 那这个evol的话 好处就是说 不管你里面输入是整数 它就帮你转成整数 你有小数点 它就帮你转小数点 有点像是两用的 OK 相对好像要更好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用evol 来转 两个方法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用到 所以我们今天也许先用这个float 反正你每个都要了解 至少说差异在哪里 至少要知道一下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 第一件事情 要把它变成小数点到什么 第二位的话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该怎么做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主要解决 大概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第二位的资料 这个地方第一个 就是小数点要第二位 好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在前面加这个叙述 但是这个要有双引号 OK 然后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 在平语前面这边要多换行 换到下一行 OK 大概是这样吧 那所有输出完之后 假设我希望看到结果 类似长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解决 怎么样 这样让那个BMI输出的结果 可以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个 一个一个函数叫 这个format 当然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方法不止用format 但是我比较推荐format 因为format的话呢 将来在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用上 而且呢 其实官网上面我看 他还蛮 他比较推荐用format 那另外用那个百分比符号的方式 跟那个Java跟那个C 很像的那种格式化方式 他有写到说 他即将棄用 也就是将来可能就不能够那样用 所以用format 绝对都没有问题 但是用旧的方法 那可能慢慢就不接受 所以我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用format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print里面好了 比如说打print 全括弧 那format 有两个部分结构你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他讲说 你的格式是什么 格式一定是一个文字 前后双引号先打 然后呢 跟他讲说 里面放什么资料 就大瓜胡 OK 假如说我要放个资料 那我就放个大瓜胡 然后呢 里面移到中间 如果要取到小顺点第二位 就是冒号 点2F OK 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格式化的公式 也就是说呢 我要取到小顺点第二位的话 那就是点2 那其他当然呢 在format里面还有 如果整数就用D 如果文字就用S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提 那假设公式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把那个资料格式化成小顺点第二位 那点2F 接下来的话呢 我把它移到这个双引号的右边 然后打一个点 跟他讲说 我这个公式在这里 接下来你就调用那个format的这个函数 跟他讲说 我要format 然后瓜胡 因为前面有一个大瓜胡 所以你后面也要有一个变数给他 他会帮你把 所以我那个变数就BMI BMI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帮我把这个BMI 这个里面的值 丢到这个大瓜胡里面格式化 根据这个地方他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 然后并且帮你把资料给输出了 OK就完成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之后format很重要 那第一个 我们先练习就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像刚刚一样 180 80 刚刚输出好像是输出这么长一串 那现在的话也没有一样 Enter 你会发现呢 他得到的结果 就是24.69 取到 他也是四蛇五路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基本这个format的格式化 有点像是在Excel里面 有没有 你按右键出的格式嘛 你取到 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格式化而已啦 OK 那第一个完成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希望做到什么效果 前后双子号 BMI 冒号 接下来的话 我必须要在前面加这个叙述的话 那应该加在哪里 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format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怎么样 把资料放在什么 算号里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直接文字归文字 变数归变数 将来那个变数会放在大瓜湖里面 所以你假设这边要加个BMI的话 你就加一个BMI 然后一个冒号 它将来输出的话 它将来输出的话 就会在这边多一个什么 BMI冒号 比如说一样 180 你会发现多一个BMI冒号就出现了 那最后当然呢 我有故意做了这个地方 我希望前后要双子号 那如果你要双子号 我前面有讲过嘛 你不能直接打一个双子号 因为它这个地方会 跟原来的那个符号 做 就它混乱了 所以呢 我们记得要什么 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反斜线双子号 这样子的话 它才看得懂 你要输出一个双子号这个字元 然后另外另外一边的话 也要再加一个反斜线双子号 一样的方式那就执行 我们可以的 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BMI 这个部分就OK的 好 第一个我们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 我要再来做那个就是判断 到底评语什么 那评语的话 你们可以根据 这个 Google的结果 这有个叙述 可是我是觉得 它这个程式基本上 它为什么不该会写完 它好像在后面没写 那没关系 我们自己 根据我们刚刚那个 成绩输入的那个叙述 因为这个我想刚刚有做过 所以我就直接拿那个云端上面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一个 一段程式 基本上就在这里 然后拿来 其实一样的 甚至你可以拿刚刚 我们写过的那个程式 拿来做修改 那底下的话呢 总共会有几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不过你会发现 它这个有错 为什么 因为它不知道这个BMI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小写 变数名声 有分大小写 所以怎么办 最快方法 干脆把这个改成BMI 改小写好了 这样我底下就不用改了 不然的话 可能要改蛮多地方 这边一样 把这个BMI 这边一样 因为它有分大小写 好 那所以呢 根据我们网路上面的逻辑 如果BMI小于18.5的话 那就过轻 有没有 BMI如果大于等于18.5 而且小于24 那就是标准 其实这个叙述 基本上就是根据 我们网路上面的这个叙述 只是把它转换而已 所以特别是以后你工作上 应该会很多这种类似的范围 有没有 那你必须要把这样的范围叙述 转换成Python的 有没有 那个逻辑叙述的话 那基本上 就是大概这样 因为刚刚差不多了 我想剩下就是你把它熟悉 不要打错 那应该就会慢慢越写越顺利了 OK 所以这个我想 我就直接把它贴过 所以重点就是 就是这边大概叙述 你会发现这一段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 再把上面贴过来 前面叫EL 然后再来做第二个判断 然后标准 过重 肥胖 有三等 轻度 中度 重度 OK 那当然加上去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 我们把它执行 理论上 这应该越来越接近了 180 8080好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有了 那其实换行也有 只差别就是什么 平语冒号 有没有 所以你想说 老师那平语冒号怎么办 因为我这边有 假设我希望 最后的结果呢 前面要多加平语冒号 这两个字好了 那你想说怎么加 当然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在 任何平语前面 加平语冒号就好了 有没有 比如说我这边 加 这边 冒号 冒号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边 加完之后的话 我变成要把 这个平语冒号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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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六个地方 那当然了 我是希望 不要 重复 因为有时候 当然了 如果你现在想不到 我跟各位讲 你就先可以 run就ok了 因为城市有时候 不要吹毛求疵 那但是如果 有时间 我们可以 找到更好的 写法 当然最好 如果我今天 我不希望 把平语冒号 写在这个 的前面 那我应该 写在哪里 可以 精简 那你想说 城市应该写在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写 你可以写在这个的后面 BMI 有没有 BMI 然后他这个地方是把那个资料放过来 但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把这个平语冒号写在这边的话 问题他怎么样 他会接在后面 可是我要换行 怎么换行 很简单 反斜线 还记得吧 反斜线 不就换行了 对 然后冒号 可是还另外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这样 有没有越来越接近 80 有没有 BM 有点接近 平语冒号了 但问题来了 过重 他跑到下一行去了 他为什么会跑到下一行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printer本身 你们会发现 printer本身 他输出资料之后 会帮你在后面加一个换行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最后只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可以 不会让他折行 就是这个地方 等于是过重 会直接接到这个后面 怎么做呢 就是只要针对这个printer本身 他那个换行 把它清掉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printer本身的换行 它本来预设是有换行 你把那个换行拿掉的话 跟各位讲 必须要多加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 必须是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 特别是这个printer我要拿掉 你直接在这个printer的里面 加一个逗点 后刮符的前面 然后跟他讲说 我尾巴的那一个换行 要帮我清除掉 尾巴是end 有没有 end 清掉的话是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没有资料的话呢 在这边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双引号空的 这叫空置串 意思是说呢 帮我把尾巴的那个换行清除掉 所以呢 只要加这个 这个叙数就可以了 把尾巴的那个换行拿掉 那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应该就大体上 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 这个地方大概加了几个地方 这个平语 记得前面有个换行 然后尾巴的话加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尾巴的换行拿掉 那就帮我把那个后面的资料 贴在 贴在后面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应该这样就完成了 执行一下 180 一样 80 Enter 得到最后结果 这个第一行 这个第二行 大功完 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个部分 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十一页 十一页的地方 OK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formator 这个formator很重要 因为将来 我们只要牵涉到那个资料输出的格式化 那都会用到formator 来帮我们处理资料格式的问题 OK 那另外还有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也会用到formator 因为资料库里面会需要用到那个跟资料库沟通的seql语法 那那个seql语法就有很多栏位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那个formator来完成 这个的话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们先试试看 我们先试试看